黃毅焦十七號傍晚墜樓身亡 昔日好友聽聞噩耗實在不敢相信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心理的常識 藝人白冰冰曾經和黃毅焦 一起攜手主持節目 她痛心發文迴響 黃毅焦特地傳簡訊 拜託親友多多照顧她的女兒 直到事情發生後 才意會這是一種交代 早知道就趕快過去陪陪她聊聊天 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聽聞噩耗不可置信 黃毅焦是她數十年 忠實的好朋友和部署 兩人最近才剛通過話見過面 人就這樣走了 宋楚瑜不捨得說 後續喪葬事宜 親民黨會尊重家屬意願 全力予以協助 與黃毅焦相識超過30年的 台中市長盧秀燕 更貼出兩人合照 願黃毅焦一路好走 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震驚 那也感到非常的不捨 因為我跟黃毅遠同事非常久 她在省政府擔任省新聞處長的時候 我是省議員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人都競選立法委員 我們有四屆在立法院都是同事 所以我們兩個共識時間非常的長 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她對很多事情非常的豁達 她也會消遣自己 但是很遺憾 如果昨天下午兩點鐘 我早一點看到她的Line的話 我跟她通電話 或許有一些情況會改變 政壇人士紛紛悼念表達不捨 而資深媒體人蔡詩平也發文感嘆 黃毅焦平常會在群組中發貼文 這樓當天下午突然發了謝謝 應該就是最後的流化 周玉寇用自己的方式悼念舊情人 也讓人好奇當年女主角之一的何麗玲現況如何 1998年黃毅焦參選台中市立委 任何行程都可以看到女友何麗玲陪在身旁 大家對黃毅焦的印象往往停留在當年她翩翩風采 沉寂一時的她縱然離世 也讓各界感到惋惜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